女人在这四件事情上无情,最幸福 女人容易感性,特别是处在感情纠结的时候 总是因为想的太多,导致事情此此解决不了 耽误了自己,也伤害了男人 在婚姻里,潇洒一点的女人,往往更能得到男人的疼爱 当你对一件事情过度执着的时候 男人往往会葬着你的执着,无视你的需求 近几年,和无数的已婚人士聊天,发现了一个特点 在婚姻里,越是无情的女人,越幸运 特别是在这四件事情上,无情的女人最幸福 一,对待旧感情很无情 结婚之前你爱过谁,放不下谁,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一旦你嫁为人妻,就得担负起一个妻子的责任 有很多女人心总是太软 一听说旧情人过得不好,或者来找她帮忙的时候 总是容易纠结,权衡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可能会伸出援手,殊不知,男人其实是很小气的 特别是在对待你的旧情人这件事情上 你一旦为了旧情人难过,或者被这老公帮旧情人 他绝对会很生气,很难过 所以当旧情人私下找你的时候 越是敢无情对他说滚的女人,最幸福 啊,面对男人的出轨很无情 男人就是这样,当他犯错之后,面临的如果不是女人的暴风咒语 而是轻易的原谅,那他就一定还会再次犯错 在男人的出轨面前,该吵就吵,该闹就闹 给男人足够的颜色和代价,无情地对待男人 甚至不惜毁了他的面子和视野 看上去很残忍,一时间场面也很难看 但其实是最明智的做法 只要没有离婚,男人才不会再有出轨的心思 婚姻生活才会越来越幸福 而不是一面原谅他的错误 一面又觉得自己很委屈 这种女人怎么可能幸福呢 三,面对外人的欺负很无情 愚蠢的女人就是喜欢处处装老好人 哪怕外人骑在自己头上拉死撒尿了 也还是笑脸相对 或者明知借钱给谁 是有趣无还,但是碍于面子 就只能借 婚姻里男人爱面子,很多时候抹不开面子去拒绝 她最希望的是自己的老婆能站出来 说出她的心里话 能对夫妻共死之外的东西 表现出很无情的女人 往往最似嫌内住 也是最容易得到男人疼爱,最幸福 四,面对违背自己原则的事情,很无情 婚姻里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宽容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突破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人都是这样的,很容易就会得寸进尺 面对原则和底线 女人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无情 比如男人打你一次,你忍了不还手 他就一定还会再动手打你 比如男人把你们的存款拿去赌没了 你不把他赶出家门 他一定会一赌再赌 在原则面前 女人越是无情,越能得到男人的尊重 自己受的委屈也就越少 越能获得幸福 我找到男人的尊重 我找到男人的尊重 你不想让他再带你